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以前我做过的 但是这个他说是PUSS版本 不知道是哪里学的 英雄616 英雄616 PUSS 然后下面这些字就不说了 PUSS版本的话 我问了他,他说大小是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还送一个这个东西是吧 但感觉这个没什么用 尴尬尴尬,还送一个这个 行吧,先放一边吧 到时候留着吧 好,我们这样子 这个PUSS版本的话是这样 第一眼看的话 好像多了吉他这个线 还是本来就有这个,你们看一下 这种pattern,纹粒 不要的话还是一样我最不喜欢的剑夹 如果不,这个剑夹 这个有时候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总是用这个夹不能换一下了 这个跟钢笔我没什么联系 然后整根笔的话抛光还是OK的 然后升级了哪些地方的话 好像这个地方吧 这个部分好像是本来是金属的吧 然后笔的话反正价格也不是很贵 呃,刚刚看了这个吸墨器的话 也是我喜欢的这种 要么旋转,要么这种推拉式的 比平常那个几年式的好多了 除非是摆热的那种 不然的话那个真的有时候有点割手 那这种吸墨器我还是比较喜欢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的话算是一个小小刮墨穿的 那这个细节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就这个小小小刮墨穿啊 跟写的那个一样 只是说时间久了怕它有点黄 那我也好久没有用这个钢笔了 不知道书到写下来是什么感受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刚刚能看到就整个掉出来 就是说这个完全就是靠着压 就是你推紧它就紧了 那松一点那就松了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机制这样 就是没有那个什么一个钉啊 或者什么的把它给卡紧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整根笔 它说是一些微小升级了 大小好像我我印象中好像好像 我我现在看好像有点大一点了 因为以前那只太久了也没没什么印象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次应该也可以去各种去配什么手作杆了 什么因为像螺纹这些尺寸肯定是一样的 另外尖的话就是 就是反正也是一样就是那个按键好像没有分那个F或者EF 除非是纳米那只吧 国产好像顶多是0.38到0.5吧 应该没有其他了吧 按键按键比的话 呃另外的这里能看到就是英雄什么的这个字啊 有点反观有点强不是很清晰 所以呃再下来的话这里摸起啊这个像是塑料的 我就不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两层的 省省成本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英雄100那个上面是尖头那样子会好看一点了 虽然说这次比那个性价比是很高了 好那一个还是一样那个我们来试写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观众比我做的还要输这次的啊 好那一个啊不对 忘了一个东西 我们先拿皮的对比一下非常抱歉啊 前面有个视频就是我要最后再来回来插播啊 好这个呀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别的也不用放了 来末将然后白金对此处来讲应该是差不多了 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怎么说变化 然后那个形状来讲的话 其实这么对比看起这次比也也不算特别也不是也怎么讲的 就是说不差就看起来就是整个样子还是呃挺好看的 就是说中规中矩这样子 呃而且这个毕竟是现场比吗 这种塑料抛光啊什么你看其实很很明亮 呃但是没有像我做抛光高那个你看这个边吗 就是这光边就不会那么锐利了 就没有那种镜面效果就 当然这个你抛的话还是能做到了这个好 那个这个真的要试写一下 再下来就是啊这个新闻喜维好处在这里 就是他人直接这么推蓝了 来来来来你看 沙磨是不是很快 我就随便你看这么随便拉就很快 这这一种沙磨方式真的很棒 然后因为这个是塑料的 那就呃直接这么一擦就搞定了 这一种反而会好一点就是他不像金属了这么一擦 哦不好意思本子还是一样那个 呃campus的一个本子 呃campus啊国语然后campus系列啊对对对 好那这个啊第一个问题觉得说还是研究说有时候得要看一看才知道他的一个正面在哪里 好先写一下吧 好写完了还是一样空墨非常精准 然后笔尖也算是挺细的 按尖的唯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没什么变化 然后呢如果作为路张的话他出没这么稳定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然后出风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容易的就是也不算特别难出 你说如果真的要很尖的那种我觉得就那个真的是手的问题 字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 然后笔尖非常好控制出戏刚刚好长度也是 呃再下来的话就是比如说再写一次这个泥字吧 那你能看到其实如果用心写的话 还是能用心写吗还是很容易就是说你要有那种勾或什么还是可以的 对有一个勾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毕竟不是那种长到眼尖吗 没那么容易出风但是如果字写的好还是可以出风了 对好那个大概就这样子了笔的话笔尖书写感受有点阻尼感没有滑的那种感觉 本身很细空墨非常精准那写下来讲非常非常适合热用书写不适合签名不适合装笔签名的笔啊 这是少数不适合装笔签名再再来一遍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有什么国产笔的那个之前我发过视频做什么国产笔麻烦 如果你没有想看的给我留个言因为国产笔我真的不熟 然后我可以做做然后你们给我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分享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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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